年底的选战台中市长选情格外激烈 现任市长卢秀燕最近因为远见杂志的民调显示 他在六都市长的表现上调车尾 也让人不禁怀疑卢秀燕的施政能力 反而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是夫后事看好 2022年9月25号周末下午 中华民国采券工会跟运采工会 就在何玉琪理事长跟杨庆中副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前往台中市南屯区 行动派市长蔡奇昌的竞选总部 感谢蔡奇昌在立法院副院长任内 对体育赛事运动产业跟运动采券业者的贡献 并且成立后援会 有目共睹 我们这几年看到我们的职棒 从第五队然后增加到第六队 甚至于我们的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第26条之二 也透过副院长的大力的来支持 从这个企业赞助这个职业球团 免税额从100%提高到150% 在后援会成立大会中 跆拳道亚运金牌国手黄韵文 轻挺激流银牌国手陈伟涵 空手道国手夏文黄 跟听障空手道奥运银牌国手黄培为 都出现在蔡奇昌竞选总部 致政感谢状 肯定蔡奇昌对于运动赛事的贡献 蔡奇昌说 她兼任很多运动队伍跟团体的领导人 对于国内外的运动发展 跟未来台中市的体育风气规划 都有相当的投入 那我长期投入长期关心 那后来也因为这样 这个五个职棒球团才来邀请我 来担任中华职棒的会长 那事实上不止在棒球运动 我想其他运动赛事 也是我长期关注支持的 所以我本身也是台中市雷委会的主委 今天的活动立法委员张料万坚 何欣存 黄国书都来相挺 面对疫情的趋缓 大家一致呼吁要动用体育发展基金 让运动产业得到纾困 也让运采经销商能够正常云运 发展台湾的工艺跟运动产业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您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